可以啦 可以 过去了 可以啦 可以啦 你干嘛 可以啦 你干什么 干嘛 干嘛 没看到我们昏差过来的 我大喜的意思 你第一天天人不过妙容在这里 晃来晃去 你想让我一兆万年吗 那我都已经让开了 你可以过去了 直接过去就行了嘛 你看人家做农国不容易啊 你把人家的桶提下去 干嘛呢 是他 真的是 你应该看到我都昏了 你应该要远远的让开 我没有让开吗 我已经让开了 在时候你都知道是春枯了 春枯挑个桶很正常的嘛 你是怎么样 危险啊 危险啊 新娘子不要那么暴躁脾气 我告诉你啊 我哪怕是要天上的星星 他们都会交给我 你倒好啊 赶紧跟我道歉 我还给你道歉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真的是 我是谁啊 我告诉你啊 我在家里啊 想要什么就能要什么啊 我身份比你高费多了 再说 我有钱有事我怕你啊 你有钱有事了不起啊 那是在你家 现在是在外面 我已经有得起了吗 你就能起了啊 再图一个事一样 我就会图一个事一样 真是有 你翻了天了你啊 你看到这么好的豪车吗 你看到这么漂亮的新娘吗 我告诉你啊 今天是我第一次结婚啊 你就让我这么不愉快啊 你按了什么心啊 美女对不起 我告诉你啊 你给我道歉 不给我道歉 你不用过去了 你婚都不用结了 我没听到啊 你叫我道歉啊 在我的字典里面 就没有道歉过两个字 你跟我道歉还差不多 今天就让你看看 真的是你的字典里面 有没有道歉这两个字 你不道歉你就不过去了 有没有这样 我帮你拿那个桶 拿什么拿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们今天结婚了 拿了这个尿桶 进不及力了啊 你给我坐着 真的是啊 给我道歉 把我桶捡起来 不然你就不用过去 我跟你道歉 哎呀 你真是什么 哎呀 哎呀 哎呀你真的是反了天了 你做个新娘子娘那么凶啊 哎呀新娘话 劝劝你老婆吧 劝一下 劝什么天啊 你这种娶的什么老婆啊 你看看 要一点像女人的样子呢 哎呀人家跟说了 娶妻不嫌毁三败 你看你娶的这种人回去啊 真的是 哎呀我看 你跟人家道歉啊 道什么歉啊 你给我住嘴 我告诉你啊 你无非是重逢啊 来 给这几百块钱你 就当赔你的钱 谁啊你这几百块钱啊 我缺这几百块钱吗 我现在缺的是尊严 哎呀尊严啊 在你们重元眼里还有尊严啊 你要不要脸啊 好 既然你不要的话 我告诉你 我叫我表哥出来 我表哥啊 是个这个村的村长啊 他啊很屌的跟你讲啊 对啊 如果我叫他出来啊 分分钟就把你摇到上面去 我说要看看到底是谁 真的是 还那么嚣张啊 结婚还那么嚣张 喂 表哥 今天我结婚了 今天我结婚了 我找到你们穿那个鱼装那里 被一个穿布拦在那里了 他还帮我打了 你快点出来帮我处理啊 快点快点啊 快点啊 一 哎 你打我表妹 真实 你讲不讲道理啊 你啊 真的是 现在我男友就讲道理的 你打我表妹干什么 你就是这样讲道理的 你事情都没问清楚 你就这样子讲道理 我远远就看到你打我表妹了 其实刚刚是这个新娘子 无理取妙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就是你的好表妹做的事 真的是 他打喇叭我就马上让到旁边去了 他还要下车把我的桶丢下去 哎呀 妈呀 真的是 你丢下去了啊 是他挡到我的路啊 所以你就把他丢下去 但是你也看到了 刚刚他打我 还把我推倒呢 哎怎么说那也是你的不对啊 人家看我懂 怪你屁事啊 我哪里不对啊 就关我事啊 我今天结婚我就看不到尿桶 哎呀 人家挑他懂 你走你的路 你结你的婚 互不相干啊 你怎么能够这样无理取呢 反正我又看到他不顺眼 你怎么能够这样啊 哎呀 都怪姑妈从小惯着你 真的是惯成你这种坏脾气 你现在都是有家事的人了 马上要成家了 还这样啊 太过分了 人家会说你呢 村里面的那些老人啊 会会会 哎呀 谴责你的 谴责什么 我有钱有事我怕什么 再说 我在家里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啦 你看你看就冲着自己 有两个凑钱 一直在那里嚣张 哎呀算了算了 别吵那么多了 哎跟人家陪你道个歉就行了 我没有错 我错在哪里啊 再说道歉也是大家跟我道歉啊 哎怎么人家跟你道歉 我一个司机 是吧 我都看不惯你这种做法 哎呀我帮人家啊 开车开了这么久 没见过哪个信仰的上你这样的 哎这么无理取纳啊 听到没有人家一个司机都看不下去了 老婆道歉了 道什么道啊 你是我老公啊 你要帮着我啊 真的是你现在这样子外人了是不是啊 你不是我老公啊 但是你诅咒为虐啊 说什么话了啊 我有钱我想干什么 哎呀哎呀哎呀 村长你看到了啊 还说我打他 他打我还差不多 你道歉不道歉 哎呀你敢生我啊 你可是从来不敢跟我说那么大声的话 你今天想干嘛 你想造反不当啊 不是你在外面那些 小打小闹也是算了啊 现在结婚了 三十多岁了 还是这样子啊 那么成熟一点啊 我已经够成熟了 成熟成熟了 这样的时候要两久了 听我说 陪你到过去等下 新郎都发火了 等下都跑了怎么办 难得找到一个 对你那么好的男人啊 我没有错 我凭什么要我道歉 我记不错 我记不错 还死心不敢 真的是 你没错啊 是我错行了吧啊 今天管你自己结了啊 你来 起来的 好歹 不怪你 不怪你 我新郎都跑了啊 只能怪你自己 明明是你屋里群啊 你这种皱脾气 有人要你都不错了 你还 那么嚣张 大哥那现在怎么办啊 新郎新郎也跑了 追啊 怎么办 还没给我道歉呢 就想追 道什么歉啊 都怪你啊 都怪你把我新郎关气跑了 行行吧 你再这样的话 哪个男人愿意要你啊 改改你的臭脾气了 表哥 我真的错了吗 哎呀 这还用问吗 你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赶紧向人家陪你道歉嘛 快点啊 等下新郎都跑得远远的了 真的追不上了 哎呀 这脾气 就这个态度 这叫道歉嘛 态度好一点 美女对不起 我错了 行行行 快点去追啊 哎呀 我给个红包你了 等我 哎呀 看着你村长的份上 不肯你去加那么多 对不起美女 我真的吃错了 那个筒 哎呀 行了行了 快点去追啊 哎呀 等下我再过来 帮你弄好那个筒啊 行了行了 等等我啊 等等我 哎呀 结婚搞成这样 对 好好的分事 你看 现在新娘跟新娘瓜都跑了 我们怎么办吗 是啊 我们两个怎么办 要不 我们帮他把筒 拉起来吧 对对 我帮你把筒捡起来吧 哎呀 算了 算了 你们也开车去追吧 我自己来弄的了 你们去吧 等一下 哭了 你们及时也不好 那咱们不好意思啊 我们也开车吧 走走走 来 开车吧 来 今天正式分家了 这道分给大哥你们 哎呦 堆堆也那么多 对 这些都是你们的 哎 老妈 那 大哥大早 分家 你怎么给那么多东西 我们 什么都没有啊 我是大的 老妈说给谁就给谁 哎呀 知道吗 我也是你儿子啊 老妈 你这样做 怎么对呢 什么都不给我们啊 不要吵 我自要安排 还有 老妈身上就 只剩在最后这一点 这一点钱了 这一点钱也拿给你们 哎 谢谢老妈 太过分了你 还是老妈疼我们 东西也不给我们 还有 钱也给他们 我们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老妈 你们那么偏心呢 你怎么这样说呢 啊 我经常回来照顾他 你们照顾他没有 我们也照顾他啊 你们照顾 老子在城里面 啊 租房子住 都不回来 哎 还是我一直照顾他 吵架了没有啊 我还年轻 我还能做主 我说分什么就分什么 但是 儿子啊 不过后面这个房子的话 就要分给你 弟他们哦 你看这些 我什么都是分给你们了 他们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住哪里啊 那房子至少一元 你办吧 哎呀 你怎么这样呢 钱面好好的 全部给我们了 你偷面 哎呀 这个值钱啊 你就分给弟弟了 哎呀 你怎么这样呢 我不是给了一点钱 给你补偿了吗 这一点钱够多少 就两千 两千块钱 这也是老妈的养老钱啊 养老钱 这样吧 这样吧 以后啊 这个房子给了你 以后我就不用你们养老了 哼 真的是 你给的他 还想让我养你啊 你瞎都不要瞎 我跟你说 你小儿子是什么德行 平时有没有照顾你 你自己都知道 就是吗 我们一直在老家这里 一直都 你你有什么问题 我都照顾了你 明明白白的 你怎么这样对我们呢 哎呀 俗话说 长生如父啊 你们作为大哥大嫂 度量大一点 不要总跟弟弟斤斤计较 对呀 你们都是成熟了 你弟他们还年轻 你看 你看 有好多事情他都处理不好 你看大哥 你们这种人啊 真的是 烦骨仔啊 你知道吗 刚刚前面老妈 什么都给你了 还给他钱你 嘿呀 就笑咪咪了 那你都不幸福 后面你看 房子分给我们了 脸色 马上大变 老妈 大哥大嫂啊 真的是不是好歹啊 真的是 烦骨仔啊 就是了 那既然这样 那这堆给你们钱也给你们 房子我们住行不行啊 刚刚你不是说吗 老妈分什么就要什么 那现在你怎么又说了 对 现在我发现老妈是对的 分什么 我们就要什么 不要脏 是不是 我们要 盘子都给你了 你当然不成了 够了 就大家谁叫主啊 还扔不到你大声讲话 老爸你自己说的 刚才你说 你生老病死都不用我们负责的 到时候你有个头疼脑药 不要找我们的 算了算了 不吵了 你就是诅咒我生病是不是 我不诅咒你 你最好不要生病 反正你一碗水都端不平了 甚至再吵也没有用 是吧 还有没有什么要分的 没有我们就走了 没有了 还有两个S 手心斗贝也是肉啊 谅解是老妈 谅解 你谅解过我们没有 行 你要不要来找我们 好吃好喝的吃 我们就找了吗 两千块钱就把我们打发的 连房子都没有 我们住哪里啊 算了算了算了 我们自己找地方住 哎呀分的 这个是什么鬼破铜烂铁 要的干什么 好过没有啊 是不是 你看 分一堆破铜烂铁给你 你还高兴 哎呀老妈 你看他们两个这么凶 对啊还诅咒你啊 就是了 真是不孝子 刚刚你大哥大叔在这里 我就不好意思拿出来 拿什么 看来老妈还是 还是对我们好啊 这个传家之宝 我就传给你了 还有这个银行卡里面有 有20万 20万 这是老妈 传了一辈子的棺材本的 等等还有 谢谢老妈 谢谢老妈 还有什么 你看老妈对我们这么好 以后我们要好好孝顺老妈 哇 这个钱应该够你们买个首付了吧 或者是做点大生意都可以 对对对 老妈以后就指望着靠你们养老啊 你看老妈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孝顺你的 养你到老 要你们这句话就放心了 你放心 老妈我也懂得 是不是摆上校围间 以后我一定养你到了 你放心老妈 好好好 那我们回去啦 好 回去 给老妈 足够搞个母鸡当来补一补 好吧 还是小儿子孝顺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开门了 儿子 儿子 老妈你干什么 哎呀 老妈没地方住了 我以后就住你们家了 听什么要住我们家 哎呀 那个不孝子 那个小儿子 嫌我老了 就把我赶出门了 哎呀 你也有今天了 啊 当初你怎么对我们的 你当初怎么说的 你说头疼脑热 都不用找我们的 不许让我们养老的 现在找我们干什么 生病了才觉得我 还是大儿子好 生病之后才感觉我们好了 是吧 我后面总算听说的老公 当年你老妈偏心有多偏心啊 传家宝给了你弟 还有她的棺材本二十几万了 给他们去城里面买房 是 那那老妈现在知错了 现在天气要那么冷 我实在是没地方住了 没地方住是吗 来来来来我带你去 我有地方可以住 哎呀哎呀哎呀 你以后就住这里了 哎呀哎呀 这能是人住住的地方吗 能是人住吗啊 我们以前啊就是住这里啊 我们住了一年才把那个新房子自己盖好 我是我们我们是凭自己的能力啊 不像你小儿子 才是凭你自己啊 供他去县城里面买房了 儿子啊 什么你都给他 现在有病生病了 做不了了就回头来找我们了 儿子啊 毕竟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 那你 你也知道啊 啊 现在 现在想得那么清楚了 以前怎么不这样想呢 难道你就眼睛让你老母亲 哎 在这里度过晚年 这不是燕姨吗 你不是去城里面去住吗 怎么回来呢 哎呀被小儿子赶回来了 赶回来啊 现在大儿子大儿子也不养我 这是你咎由自取的 哎呀大九啊 你老妈都回来了 你们怎么能够不养他呢 他在家里面 在村里面救你们的一个亲人了 哼 你他怎么做的 你应该也听说了 是吧 听说了 但是他 现在你看 小儿子在城里面又不养了 又把他赶回来了 你叫他现在怎么办 那凭什么小儿子不养就扔给我们呢 就是吧 他是帮了我们什么 那他就两个儿子了 小儿子不养就回来投靠你们了 哎呀小儿子不养就活该 我们来承担啊 什么都给了 我弟了 就是了 现在现在好了 有什么 头疼发热了 那边赶出 赶他出门了 就就就就 屁天屁天的来我们这里了 你想都不要想 我跟你说 哎呀你这听我说 你看你老妈都那么老了 还有多少时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你们现在不养 想你弟也不养 你见你老妈 啊这么老一个人住哪里啊 心都凉完了 送你们有什么用 叫我所谓 生儿防老 啊 养儿防老 你们嘛 都好了 现在连老妈都不要了 没有老妈 哪有你们 村长你不要说的那么好听啊 当初他能做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帮我 连我坐月子都是自己自己弄的 而小孩小孩不帮我带 到分家了 更加好了 房子分给那个地 传家宝也给那个地 连他的棺材本都给那个地 什么都给那个地了 那要我们干什么 当初他自己说了 他要那个地养老 他的生老病死 跟我老公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养他啊 那现在这些都成事实了 哎你们就不要再跟他 这个呢今天就这样那么多了 他都那么老了 这个所谓家有亦老如有亦宝 你们这时候就应该好好待他 事情不发生在你身上 你肯定说的好听了 就是吗 而且你们现在也有孩子了 哎 以后你们当你们老了 以后你们的孩子 也像你们这样对待你们的老妈 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问你们 我们得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说明这样的人生观啊 我告诉你 我们做父母才不会像他一样 一碗水端不平 对对对 你听我说 是吧 你说的也对 是吧 我们会教我们孩子怎么做人 知道吧 啊 不像他这样 那你就应该先教孩子 尊老爱要 先从自身做起 他这样做人 根本不配 我跟你说 让他自生自卑去 我们不管 你也不说我们不养他 你看现在我们地方都给他找好了 不说我们不给他地方住 现在地方给他找好了 走 不管我们的事了 哎呀 住住店呢 怎么行 哎呀 还行吧 哎呀 哎呀 谢谢你呀 哎呀 今天你实在做得太过分了 一碗水端不平啊 你看现在好了吧 哎呀 我说他们也没用啊 哎呀 我也知错了 哎呀 联系 我打电话给你那小儿子 叫他回来 啊 喂 小杰啊 嘿 你还知道我是村长啊 你还要不要你这个老妈 什么 不要了 你还有没有联系的你啊 你老妈当中是怎么对待你呢 哎 挂了 哎呀 叫他不孝子 做妹啊 就是不孝子啊 哎呀 燕姨啊 那你 哎呀 一个都不养你了 你看 生这么 这么多孩子有什么用呢 哎呀 留在我这里 在这里自生自媚吧 哎呀 干脆这样了 我家里面也没老妈了 我家房子大都是 以后 哎呀 我就是你的孩子 我给你养老送中 可以吗 哎呀 他们不养 我养你 像我这个老太婆 就不值得同情啊 哎呀 大家都街坊邻居了 有什么同情不同情的 走去我家 哎 好 我糖尸给你吃 哎 妈 哎 孩子你好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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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下车下车 你干什么你 哎 三野村夫的你敢拦我老板的车怎么意思啊 今天我老板大意思 你干什么啊 你要干什么啊 不是大怕结婚吗 你是什么人啊 不是我是吗 哎 大怕你来扔我 你干什么 你 你 动脚动脚的 我讲大话不是找你 干嘛 不管你是 啊 老板怎么了 没什么 这是你交给我 我老板的空手 走 干嘛呢 你还打人呢 你给我叫人了吗 我们今天是接亲的 等他说完吧 不要动脚 想干什么 你过来 你说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喂 别乱说啊 什么欠你的钱 放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 知道吗 哎 现在不承认的是吗 当初你求我借钱的时候 像孙子一样 求我 哦 说什么什么 啊 大家都有好兄弟 啊 有有钱不借给你 我要怎么样 不把你当兄弟看 现在倒好了 叫你还钱 你不认这样了 难怪啊 打你电话 你电话不接 发信息不回 去四处找你 找也找不到 说什么话呢 你看看我 堂堂一个大老板 还开着公司 还招人 几百号人 哪会欠你钱 对啊 不要脸 就你一个 冲轨不老板 会向你借钱吗 啊 啊 没有我那个20万啊 可能啊 现在你还是 从房办一个 你当初创业的时候 你说啊 这个公司 陷入困境了 叫我借钱 啊 问我借钱 借了20万给你 现在你 不承认了 你知道20万对我来说 多么的重要吗 那时候啊 我本来也是没钱了 我卖了家里面 所有的猪 啊 然后把钱借给你 为的是什么 啊 我把你当做兄弟看待呀 不承认了 不承认了 哎呀 没有证据就不用乱说 不承认了 告诉你啊 告诉你 这种事情你交给我 老板 找我 有块钱公司 我帮你搞定他 哎 你帮动猪啊 等一下我叫他 走不了啊 我叫他 走不了啊 来烂烟啊 走不了 来烂烟啊 走 来烂烟啊 来烂烟啊 拿我老板的婚纱 这种人啊 哎 你这个老板 不是那个大炮 对啊 怎么回事啊 你们 哎 你们来的正好 啊 当初 你们还记得吗 哦 我借给他20万 你们还记得吗 那时候 你们也在场的啊 哦 记得吗 我想起来了 当初 他借给你钱的时候 你还 非常感谢人家呢 说什么呢 而且还说 一年内 全部还请给我 现在你看多少年了 差不多十年了 没还啊 就还了两三千 哎呦 哎呦 那就说不过去了 大炮 就是了 现在还钱 天经地义啊 人家 他也不容易啊 土地我搞一个 我会欠你的钱 不要乱说 你不知道啊 现在弄了我 生活陷入困境了 我现在 家里面的老人 也去世了 老婆老婆也 娶不到 就是因为没钱啊 你看 我老爸生病的时候 继续用钱 我叫他还钱了 是不是找的找不到 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他了 借他还钱 他就 还了两千块钱 给我 把我当做乞丐一样 然后 我又谈了个女朋友 然后人家 彩礼啊 要十五万 我就问他要 我想着 那些钱够我给彩礼了 结果啊 他一分都不还 又溜走了 哎呀 大炮 这就是你不对了 你看人家这么多年 借给 借钱给你 借出去的可是情义啊 你看你的堂堂 一个大老板 公司又开了 车又买了 房又有了 老婆也马上有了 你怎么不还钱给人家呢 行了行了 别说了 您在我们 一个村啊 给你两百块 我看你应该也是讨喜的 拿了 走了走了 谁要你的两百块啊 我跟你说 今天 我会要把那 剩下的钱 全部还清 不还清的话 你别想去结清了 别想结这个婚了 行了行了 就呢 不是说二十万吗 整天 叮叮叭叭叭叭叭叭的 好像我还不起一样 明天还你 明天还啊 不行 今天还 你不知道啊 你欠我的钱 我也欠了别人的钱 现在别人 向我追赛 也欠今天 那把他还清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今天我 大喜日子 你叫我还钱 吉利吗 明天先明天 插笼包给你 我不管你 你反正你今天 必须要还钱 哎呀 这意思是说 今天就 凭个女士网播了 是不是 谁跟你拼啊 现在还钱 天津地义 那你不用还呢 我是要还呢 但是我今天 没有那么多钱啊 要结婚啊 要给彩礼啊 明天先 插笼包 肯定给你 我现在真的 急需要用钱 都说了 人家也欠我今天晚上八点钟钱 要把我欠人家的那个十万块全部还清 你知道吗 如果还不了的话 人家就来我家搬东西了 我就没办法了 我才出紫下车 哎呀 你看 人家都已经宽限了你那么多年了 你也应该还给人家了 拖那么多年都成老奈了 就是啊 我们这里有钱啊 哦呦 你看那么多钱 这里才你钱啊 你把人家都说出那么可怜了 你就还给人家先吧 那我不可怜啊 有钱你不还给我 亏我还把你当做兄弟 真的是 我看走眼了 没想到你就是一个真正正正正的老奈 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堂堂一个老板还欠着人家的钱不还 还那么多年了 你看现在这个那么多钱竟然都不还 想到你是这种人 对我告诉你啊 以后不要跟别人说我认识你 我也要回去跟那些人说 以后啊 不跟你玩了 你这种人老奈的 哎呀俗话都说了 借钱借人品 还钱借人心 说了一点都没错啊 你还是个大老板啊 没想到啊 你是老奈啊 二十万还欠了这么多年啊 你也不用说 我跟你是红学 我有你这样的红学 我都觉得丢脸啊 我就问你 今天这个钱你还不还 这样行不行 先给一半 不行 我现在急需用钱 我家里面还住着那个瓦房嘛 我女朋友都没有一个 我要你把那 二十万还还给我 我要把十万还给别人 剩下十万 我要把我家翻新一下 然后有机会的话 我要娶个老婆 你倒好 有车有了 房子也有了 老婆 别准备有了 我把钱借给你 弄到我现在 一无所有 老板你就玩嘛 等一下及时快过了 行了行行行 要不然他都拦着 我们都过不去 真的像个瓮齿人一样 一点钱整的 叽叽歪歪的 够了没有 二十万还有够 十九万多了 欠你的二十万有什么大不了呢 至于拦路吗 高了啊 差不多了 也给这个栏子给你算了 这个给我装的 行了吧 赶紧找着 我跟你说啊 玉大炮啊 做人得讲究诚心 得讲究良心 人家把你当作好兄弟 你就应该 把人家也当作好兄弟看待 好兄弟能当饭吃吗 可以啊 就这样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仗 知道没有 很小的 这什么人呢 你要回去 好好学一下怎样做人吧 美女你帮我先帮我拿着啊 我挑 你看你这种羊 人家这种老实羊 你不会骗人的 来慢点啊 我帮你拿着这个过去 来来来 我谢了啊 还慢点啊 再见了 美女美女 哎呀 你这是刚问伤完孩子吧 对啊 哎呀 我告诉你啊 我们啊 公司有一个新产品啊 专门啊 是针对你那个产后修复的 是吗 能把我脸上那些斑的去掉吗 那啊 你看看我现在的脸 你看哦 多漂亮啊 还有啊 这个肚子也可以弄掉了 你看 看到没有 哎呦 你看这个产品啊 也不贵 才一千 哎哎 干什么 干什么 小孩干什么 哎 放开 好 放什么 哎 老婆你抱起来 放起来 我现在 我现在 对 我还剪一条 蹦瓜 哎呀 你跟你 你拉住我 哎 哎 我拿什么刺呢 哎 你干嘛 你打我们春枪 没干什么啊 他抢了我小孩啊 你抢人家小孩干嘛 有人怕你啊 放放 放 放开 放开 那这个是 哎呦 还有个女的跑了 跑了 你是在这里抓住 还有我抓不住啊 哎 老公 快点来啊 老公 快点 你来个人带用 你跑啊 还想跑啊 好 你干嘛呢 好 好 哎呀你 快被抓 啊 啊 啊 快敢嚣张啊你啊 哎 我小孩 被人家抓走了 他们两个肯定是 合伙作案啊 他刚刚叫他老婆抱着我小孩先跑了 你们两个给我抓住他 我就追了个女的 哎呀 快点 加油 人贩子啊 光天花日子下去 来到村子里面来做啊 还有没有往返啊 哎呀 哎呀 你别说那么多 我们我们也把他抓过去 是啊 等一下可能在村口那里碰到他们 啊 那个一起抓了 走 走 哎呀 这个老公啊 怎么还没来啊 一个男人啊 竟然打一个 打不过一个女人 哎呀 真的是 这样不行啊 在这里的话 等一下两个都跑不了 干脆啊 我赶紧把他伪装出来 哎呀 只能这样子了 我先把他伪装 到时候啊 这个车啊 汽车逃跑 泰哥招摇了 如果到时候我老公回来啊 如果看到这个车还在的话 他肯定懂我的 就消灌了 这个现在人 哎呀 哎呀 保安大哥 你是哪里来的 哎呀 我是那个富贵村来的 为什么 丁落满这里啊 哎呀 超劲道啊 哎呀 超劲道啊 这个孙子啊 发高烧了 要送去医院啊 哎呀 刚才我接到举报 完全丢失了个小孩子 丢失孩子 哎呀 你现在抱个小孩子 非常可疑 哎呀 这可是我的孙子啊 怎么可疑啊 那有没有说是什么人干的啊 他说两个人作案 头跑了一个女的 女也是女的 那有没有说是老的 还是年轻的呀 哎 好像说年轻的 不过你非常可疑啊 你一等完成那个人来了 再确认后 你这个保安啊 哎呀 赶紧让开啊 要怎么样 等下 万一你是原范子呢 我放了你 要我 我两千八公司 我不够赔啊 我一个老太婆 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再说 我有我的孙子 我干嘛还要去抢人家的孩子啊 你赶紧让开 哎呀 坚决不能过 你要不要 哎呀 你不要包饭先了 你就保安了 你这个老太婆 哎呀 还想打人啊 哎呀 要不要 哎呀 原来是假的 怪我人都没有力 现在找我 哎呀 哎呀 你干嘛呢 哎呀 就是这个女人 哎呀 你以为你穿这衣服 我就认不出你来了吗 还是我装的 哎呀 干嘛 抓我干嘛 还很非礼呢 哎呀 还抓你干嘛 你看你这个女人啊 假装给我堆销什么 护肤品啊 结果是两公婆做案 她老公啊 偷偷想把我小孩抱走 幸亏我反应了及时啊 我老公呢 你把我老公怎么了 你老公啊 你们两公婆啊 等着吃面费馒头吧 跟你说 这么说 你把我老公给抓起来了啊 哼 你这个 你也跑不了 你老公 你也不能跑不了啊 快点 来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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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这不是你老公 哎呀 你就不用的东西 真的是 哎呀 就该打 这种严犯 你们这些严犯的 太可恶了 太猖狂了 嗯 光天花月之下 居然来到村子里面来做啊 一个女人 你都搞不定 真的是啊 幸亏我跑过来跑得及时啊 你看 都化妆成一个老奶奶 会想谋混过关啊 哎呀 真的是 想到现在你们这些人贩子 这花糟真的是 双出不穷啊 难怪现在那么多小孩 凭空消失 原来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贩子存在 既然现在啊 今天被你们抓到了 那我也量身奔嘛 我们就是人贩子怎么样 而且我还是个头目的 哎呀 我老婆是大姐大 就勇猛的 哎呀 是这样的话 你们就跟我们合作 包你们吃香喝辣 一个孩子啊 能搞到一百万啊 哎呀 这么 把他卖到金山脚去呢 这么丧心病狂啊 你不把小孩送去把金山脚那边啊 为什么抓光抓人家小孩啊 哎呀 你知不知道我这小孩 是我半条命换来的 哎呀 说暴走你就想暴走啊 说不定啊 这种人啊 还说是什么大姐头 肯定是有 惯犯来的 这种人就应该交给警察处理 我告诉你啊 我们可是啊 端点端了你几天啊 看到你每天一个人 这个时间都从哪里经过的 啊 今天啊 算是我们栽了 但是你把我们栽了 抓了 我们啊 后面还有团伙的呢 对 你们不要那么嚣张 献你们这种社会独流啊 必须要彻底的讲厨 对 把他们交到派出所那里去 让警察一锅 把他们都全部都端了 哎呀 老婆怎么办啊 要你们出免费门头 我不想蹲牢啊 我不想蹲牢 哎呀 昌制不足派出饶楼 我告诉你们啊 我们还会回来的 哎呀 还出的来吗 你们 还出的啊 直接进去枪费你们 哎呀 老婆想想办法 哪些负责他们啊 哎呀 老婆 想什么办法 把他们抓住 老姨 老婆 老婆怎么办啊 哎呀 你也去 快点快点 哎呀 哎呀 这些人真的是 幸亏我今天啊 反应够迅速啊 要不然的话 哎呦 宝宝 你差点就被人家抱走了 哎呦 看来以后 不能老是带你出来晃腰了 哎呦 赶紧回家吧 不然等下你老爸要打死我 我玩粘米肠吧 好啊 来 小宿 好 不喜欢的话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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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来 干嘛 我的姐姐被 被一个汉人抓走了 姐姐被抓走了 往哪边跑了 那边跑 那边啊 走走走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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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笨 太残活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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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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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命了 不要命 应该是你们不要命 哎 什么的 哎 哎呀 你干嘛 无缘无故的抓人 干嘛 小孩 小孩晕了 晕了 我的东西干的 能不能弄起 哎 幸好 有个小孩有什么事的话 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有你们好果子吃 跟你们说 嗯 说 为什么要抓人家小孩 哪里吃人家小孩 我小孩 小孩晕晕了 哎呀 小孩得抓 真的是 哎 姐姐 姐姐 姐姐姐 是不是他们能够抓你啊 哎 姐姐 人笨子是哪 哎 光天坏日子 谁让你们竟然敢做这种事情 还有没有往法啊 抢小孩 哎呀 我们是抱一个回去养而已 是啊 我们结婚那么多年生不出来就想抱养一个嘛 哦 抱养一个 你不知道那个是人家的小孩啊 是祖国的花斗啊 哎呀 祖国的花斗我们也会培养 培养啊 那你抱养也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啊 不要去抢好不好 哎呀那正规渠道的手续太麻烦了 是啊 你不知道这样做是犯法的吗啊 哎呀我们不懂啊 哎呀我们我们除犯除犯 除犯除犯啊 你们这种社会独流 人家必须要彻底抢头跟你们说啊 我们不是 你们现在破坏的是一个家庭啊 一个祖国的啊 花斗啊 一个一个小女孩的未来 都被你们这样啊摧毁了 没有没有我们抱他回去 我们会好好对他的 是啊我们破坏一个家庭 那也可以完善我们的家庭 那你有想过人家父母的感受吗 哎呀他们那么年轻 证明 你看他都有两个的证明 他能生 他还可以再生嘛 你这个女人怎么孩子你不误啊 你们手机马上报警 哎哎哎哎哎哎不要 哎哎哎哎哎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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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报警啊 我们上游老下游小 不要 太可怜 用到你还说不会生 现在上游老下游小 就说你有100岁的老爸也要报警 你 1100吗 啊我们吃汪汪屯这里啊 三叉路口这里 有两个疑似人贩子啊 被我们抓住了 啊你们快点过来啊 好好好我们等着你们了 哎 哎这是不赖我啊 都是他出的主意啊 是他出的主意 不关我的事啊 你们放我走吧 有手有点的话你就干活不行吗 非得干这种非法的事情 你怎么怪我 怪起我来 说干不出有回的 哪有多少回这种事情 你能天天干的吗 还说就报给自己这样 原来真的是人贩子 说抓那小孩去哪里 说 去去那个金三角 金三角 看来你们干了不少 没有没有 没有今天第一回呢 今天第一回 公共与逗逗都知道的 我们一直以来第一回 哎呀 一直以来就是 出发第一回 说漏嘴了吧 不管你们干了多少回 必须要教你们绳之仪吧 所以一辈子免费麻油 不要不要 楼底的在做汤 跟你们说 你们抓他就行了 不管我的事 真的不管我的事 我是被迫的 我不来的话他就打我 两个都是人贩子 抓他抓他 也是啊 我逼他的 逼他 等一下你们说了 将作为成堂证据 跟你们说 有什么跟警察说 不要啊 我不去警察局 都是你 都是你出的收主意 狗咬狗 这种社会独流 一定要彻底铲除 哎呀你们抓 你们要活害下一个家庭了 是我的主意 你放了我老婆吧 抓我就行了 你还好一直说 年纪挺挺的 有手有脚 干这么缺德的事 并且要送 警察来啦 警察来啦 回 JM 不要啊 我不要 我不要 我要吃面粉滑